呃好歡迎大家來參加就是Google開發者派對的議程 那今天下午來的真的賺到我們第一個就是大神齁 對就是各地我去搜尋那個委任這個key rule 就是vnware vasp還有mvp的恩年 對不起這個數字請讓我遺忘一下mvp 對然後跨超多領域的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下午的第一場議程是 要請委任代表我們就是gke容器平台的1-0-1這樣子 好那我們給長時間假設謝謝 好大家午安齁 那謝謝大家今天呢 下午的第一場就來聽我這個說明齁 那謝謝Mex的介紹 那我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齁 我自己本身大概是 我是infa的專長所以我也不是developer 那我的infa部分大概是比較偏所謂的vacheration 那所以呢我是2012年的時候拿到這個 我是台灣的第一位 然後同一年呢也拿到微軟的mvp 那這兩個獎項呢就是他們每年都需要renew 那不過重點就是透過這個獎項呢你可以認識更多的同好 譬如說我們知道微軟它有很多的產品線嘛 譬如說可能有seql的 然後有其他的分類 那我是屬於vacheration的專長 所以呢如果我有遇到譬如說seql 我可能可以見那個always on 可是呢你叫我去調一個index 讓它的query本來從5分鐘變5秒鐘 這個我就沒辦法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可以去找一些 屬於是seql類別的mvp 那同樣的他們如果有vacheration 他們也通常會來找我這樣子 所以說拿到這個獎項 我覺得最大好處是你的同溫層就擴大了 你的舒適圈也擴大了這樣子 那最近呢因為max的關係 我可以也開始接觸到這個cloud 就是google的cloud的部分 因為本來A9的話我們是 微軟mvp我們是會有額度可以用的 所以我對A9是比較熟悉的 那郭cloud最近是也開始在碰這樣子 那今天呢主要這個topic會是講這個 gcp就是它上面的所謂的gke 那gke這個k就是大家熟悉的k8s 就是容器的平台 那其實現在每個cloud呢 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容器的平台 那簡單來說就是你不用去管 底層這個k8s的東西 你如果有自己見過的朋友就知道 你要自己去手把手的去把無道友 長出一個kubernetes的重疾 而且去管理它其實是有難度的 就是你的青春可能會浪費在那邊 因為我們知道時間都是最貴的 到這個年紀了齁 時間就是越來越貴齁 對 那所以呢 gke的容器平台有多簡單 今天這個是one on one 所以我會講一些最簡單的部分 然後等一下也會有兩個demo 這demo是昨天錄的齁 就是蠻簡單的齁 好 那我們就開始齁 那今天這個簡報呢 我會放在我的網站上面齁 明天也會看得到 然後那個 這個簡報是用最近比較流行的就是 簡報AI生成出來的 然後再稍微改一下 有興趣的再參考看看 這叫做Gamma 那現在有很多家 所以看你要用哪一家都可以齁 好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方便是 它還有spotlight 你一般的PowerPoint你要做spotlight 難度是有點高的 那它有齁 這樣就可以用齁 很方便齁 那第一個我們知道就是 其實現在的Cloud不介乎就是三大雲端嘛 就是Amazon AWS 微軟的A9 跟Google的GCP 那對我來講 GCP最大好處就是它在台灣有location 就這樣子 那不過 目前A9給我的額度是比較高 所以我還是主要是用A9 好 那Google是學習啦 就像我在玩Vertulation的時候 我知道了某一家之後 我會去學習另外一家 那這樣子呢 一樣 你可以擴大你的舒適圈之外 你可以了解 哪一家有什麼相同跟 優點跟缺點齁 譬如說 每一家一定都有所謂的管理 Kubernetes的東西 譬如說微軟是AKS 那Google就是GKE 那你可以知道 兩種都玩了之後 你會知道哪一家的什麼東西 比較好 哪一家什麼東西比較強 因為大家琳瑯滿目 其實你會不知道哪一個東西要選哪一個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張圖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背後當然就是你的Google的Cloud 所以呢 你可以設定在 如果你是Google的公司的話 你可以就近的去處理 那當然一樣 Latency就會比較低 這個一定是必然的 好那第二個就是 Kubernetes顧名思義 它已經幫你把 呃 container已經包起來了 那重點就是 因為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其實我是 Virtualization專長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都是用 所謂的VM 那VM呢 它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container呢 我覺得也是 就是其實你在學習 像新的技術的時候 你會發現 每個技術它一定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想要做Micro Service的話 你想要用VM來做 不是不行 是難度很高 因為它天生設計的時候 不是做這個事情 那container 你來做Micro Service 就會相對容易 因為它天生就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的舉例 其實不是很清楚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 不好意思喔 男生我們就是講 車比較簡單 如果你想要追求速度 那你應該買超跑 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 速度是超跑 如果你想要追求舒適感的話 那應該是要買所謂的休旅車 那你會說 那怎麼沒有那種速度跟舒適監製的 兼備的 很抱歉 事實上沒有這種東西 你可以想像 有一台車 它居然有超跑的速度 加上休旅車的舒適 而且它還具備 汗馬車可以過溪流 有這種車嗎 即便是現在工業4.0到現在 也沒有這種東西 那所以 即便你是 再回到你的技術上 你的VM呢 它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container也是 那譬如說呢 因為一開始這個container 相對來說跟VM是比較新的 所以呢 很多在吹捧container技術的人 他會說 欸 container輕巧靈活 一開馬上就起來 對這個沒有錯 這是它的重點 可是呢 譬如說有一些傳統服務 譬如說你像 Seql Server 你去問 只要做過container的人 他適不適合放在container裡面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適合 你要硬放可不可以 不是不行 但是呢 有差別 大概簡單的還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很多container的應用 通常都是前端的 比較多 所以 這個是 我覺得就是像 大家常講的啦 如果你手上的工具呢 是錘子 你看到任何東西 你都想要把它打下去 所以你要知道你手上有錘子 還是有 十字旗字 你看到東西是螺絲 還是鐵釘 找適合的方式把它弄下去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現在的環境幾乎都是混合的 沒有說你全部都是container 沒有你全部都是VM 沒有 因為它有適合的情境跟不適合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剛剛提到嘛 因為它幫你把container整個環境都 Claser都處理好 其實它背後 你在建GKE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建VM 然後把那些VM組成 container的這個management node 跟work node 但是你不用去管理它 那而且呢 在update的部分 你也不用去 去care這件事情 所以簡單來講 你只要把你的application 顧好就好了 那low balance 跟recovery這些 你也都不用去理 像等一下我們會展示的就是說 它建好你原生 你就可以讓它是做low balance 所以我們把一個web建起來 你去carry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回到不同的container去 所以簡單來講是這樣 就是它是天生的 就是這樣在做 好那這是它的 GKE cluster的architecture 那如果你對 所謂的容器 有稍微的認知的話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架構 這樣子 好那 剛剛提到 它有很多是它原生的 像它的autoscaling 你可以設定說 當我們的機器呢 假設它的CPU超過80%的時候 那就多起一個container 然後呢 最多可以起到10個container 然後呢 如果loading降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依序把它減少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跟錢有關係 因為 其實大家用過cloud就知道 你只要在cloud上面打開 假設以VM來做舉例 它的CP要算錢 它的memory要算錢 它的網路要算錢 它的storage也要算錢 即便你把這VM關機 你的storage還是要算錢 所以 cloud上面到底是不是省錢這件事 就是要看你的情境 舉例來說 如果你是有 要handle訂票這種東西 突然有大量的container 或是VM要產生的時候 其實cloud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假設 你以備份來講 尤其是那種人儲存來說 你放在地端 或許 以費用來講 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這個是看情境 也沒有所謂的好或不好 那另外來舉例就是說 像機房的等級 你通常自建的等級 要達到像這種 cloud data center等級的 難度是很高的 而且你的低銷的成本會很高 有用過機房的朋友 可能就會知道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cloud的話 那就比較方便 但是你錢就要先多付一點 簡單來說大概是這樣子 那cloud已經是主流 我們根本擋不住 所以如果你有再注意 看最近的話 微軟光是它的財報 它的agio的cloud的營收 就超過它的一半以上 所以我以前常常認識的那些 微軟的美國的朋友 像什麼負責Windows Server 沒有都直接團滅 直接打散去 要嘛你就去agio 要嘛你就離開了 真的是必然的趨勢 像AI也是一樣 所以 最近如果也有朋友在 外商公司待的話 應該就知道 大家現在氣氛不是很好 有的團滅 有沒有 就瞬間就團滅了 那個像薩諾斯手指一樣 一彈指之後呢 你的一半同事都不見了 突然醒來 你的同事都不見了 你那個flareway都來不及發 然後他就走了 好 那這個application authority呢 一樣 就是它原生的 就可以提供的一個機制 然後剛剛說的low balance 它原生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如果你要用VM的話 你的機制通常是額外建立的 可是你在container base 這是原生就已經有的 這是它本來設計的時候 就稍微有不同 好 那當然 你在cloud的話 security跟這個compromise 都不用去在意這件事情 但是前提是 你要交給它管 因為它其實 GKE它也有模式是 你想要自己管 你要展現你的專業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自己管的 當然我奉勸各位不要 因為通常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耶 好 大概類似是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就像譬如說呢 你假設做了一個網頁 所以 那你就覺得你的網頁 是百讀不清的話 那就太過天真了 如果你的網頁 是可以被注入的 你用哪一家cloud 或在地端 都是沒有用的 好吧 那因為你的問題點 就是在你的AP 就是有問題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 那它use case呢 就剛剛有提到 就是現在比較流行 如果你想要做 所謂的micro service的話 用容器來做是最適合的 但是 以我自己看的案例 真正做成功的 其實不多 大概是不多 斷層還蠻大的 我自己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 那你的container來說呢 是 可以做到一個跨cloud的部分 什麼叫跨cloud 因為 大家如果你都是開發人員 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可是如果你是對我 英法的人來講 我舉例 譬如說 假設你是VN的話 你是用VNware的VN 用Hyper-V的VN 用Zen Server的VN 他們之間彼此的格式是不同的 如果你要上到cloud 他們的格式也是不同的 所以 你如果想要讓他們做混合 這個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 因為container不一樣 container它的格式幾乎是相同的 所以呢 你的container只要做好一次 到任何一個cloud上面的container環境 理論上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一樣 也是天生設計就 稍微不同 大概是這樣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說 為什麼VN要各種不同的格式 這個就是各大廠商會有自己的山頭嗎 大家都想要制定標準 但是大家都不服對方 這個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就像你現在在觀察那個特斯拉 它的充電裝 一開始不是很多傳統的 車廠都不願意用它的充電裝嗎 因為他們都想要制定自己的格式 大家都想要當網 但現在有一些呢 就迫於無奈 就開始支援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市場上有競爭 其實是好事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做CICT pipeline 其實不管是container 或傳統的VN應用 我覺得都是可行的 所以看你的應用是什麼 都可以做 好 那你要怎麼去部署這個 K8S的 這個cluster 在你的GCP Cloud上面 其實是很容易的 等一下我會展示一下 就是 你大概只要點幾下 命名兩個 那個一個人的名稱 還有呢你想要把這個 GK的這個cluster 建在 GCP的哪一個data center裡面 其他呢 你用預設值 原則上就可以了 那GCP現在呢 你要做適用的話 也很容易 其實每個cloud都很容易 就是你只要有一張信用卡 就好了 為什麼要信用卡呢 因為如果你拿去做壞事的話 他可以找到人 那 GCP我覺得現在也有改善比較好 以前呢 GCP是你到期的時候 他不會通知你喔 直接幫你轉喔 然後你就突然 下一個月帳單突然爆起來 好 那現在呢 他們都會跟隨其他的cloud一樣 就是你試用完了之後呢 沒關係 你就把你的帳號關掉就好了 把它關閉 他會連信用卡的那個卡號一起清掉 不然呢 你如果只有關閉他的這個服務呢 其實呢 卡號還留在那個 account裡面 所以我現在如果做這個測試 我都會額外申請別的帳號來做測試 然後呢跟卡號進去 那他大概就是現在你申請的話 是有我記得不知道60天還是90天 然後是300塊美元的額度 你可以做測試 那測完你就把它關掉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對申請有興趣呢 我部落格上面有那個 跟你講怎麼做申請的這個流程 原則上你就是建個google帳號 然後把你的卡號輸進去 讓他可以追到錢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建好GK Cluster大概要幾分鐘的時間 建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部署你的container 然後呢就可以部署你的application 這個等一下也會有一個demo 會去做這個事情 給大家看一下 蠻容易的齁 好那先展示一下齁 就是建這個 呃 GKE的Cluster 這是昨天才錄好了 我把它放到那個YouTube上面 這樣 呃用大會電腦比較方便齁 好就是你登錄介面之後 我建了一個 呃在GKE的術語叫做Project 然後把它叫做Costcap2003 然後你要這邊有一個醒目的提示 跟你說你就create一個GKE的cluster 然後呢這邊就是剛剛提到的齁 就是呢你只要去建立一個 你這cluster的名稱跟region 就是他的那個data center 位於哪裡就可以了齁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cluster的名稱叫做 GKE Cluster101 這樣子 然後呢region呢我就選擇是東亞 這樣子 離我們比較近 latency會比較快一點齁 那剩下這些network呢 你以後到比較進階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做制定的動作 假設你有多個的時候 然後呢進階設定也是齁 所以原則上如果你只是想要測試一下他的功能 你就只要填這兩項 接著去按create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建立了齁 那建立的話原則上大概五分鐘以內會會建好齁 就是你如果做下去之後呢 完成之後他會通知你這樣子齁 因為你用過cluster的朋友就知道齁 你做同樣一件事情 有時候呢很快有時候會很慢 齁 舉例來說像你建VM 我有遇過那種30秒就建好 也有遇過30分鐘還沒建好的齁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看運氣的齁 大概是這樣子齁 好 那cluster建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來往下走齁 好 好那這個是這個實作的一個架構圖齁 齁 那這篇文章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也有把它寫在我的報告上面齁 到時候可以參考看看齁 那這邊呢就是等一下呢 我們會透過這個所謂的Google Cloud Share 然後去下指令去部署Container 那Container他會去哪裡抓 他會去GoogleContainer Registry裡面抓一個 呃Web的Example 然後呢把它放在這個 呃Cluster裡面這樣子齁 那我一開始會先只建一個Container就好 然後建好之後我們去點點看他的那個 80poke會打進去那個 那一個Container裡面齁 那如果你對Container比較不熟悉的朋友齁 就有個簡單的概念讓你知道一下 呃在Container的世界裡面最好是不要用IP來做處理齁 因為Container他會有自己一層網路 所以原則上你看到很多的Container 但是我們為了示範啦齁 你可能會想說 欸你是不是自打臉不要用IP齁 結果還是用IP齁 我指的是Container內部的那個網路 最好你是用DNS的名稱來做處理齁 如果你只用IP的話 可能到時候會發生打不進去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子齁 好 好那這個demo我會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剛才呢 接續剛才的環境 我們把GK cluster建好之後 我會先部署一個那個叫做 Google提供的一個example 就是一個叫做hello app 就是他有一個web 然後呢而且同時他會顯示說 你連到他的時候他會顯示說 這個web目前是哪一個Container在handle的 因為呢等一下呢如果一個可以之後呢 我會再多建兩個Container 就total三個Container 然後呢之後我們去測試他所謂的Low Balance 因為我去連他的IP 那他會自動的去連到不同三個Container 你就可以想像不同的User進來之後呢 他會可以連到不同的Container去做Low Balance的事情 那當然這只是個簡單的示範 如果你想要做很多後續 譬如說AB test啊那些等等 都可以用到這樣的功能 然後Low Balance通常也會有Health Check 譬如說這個Container死掉 那你不應該把流量導給他 你流量導給他 那User一定就會得到 404 Not Found的這個訊息 所以大概類似是這樣子 那我們只是做個簡單的Demo 而且這個Tobit是One-on-One 所以不會講太多複雜的東西 然後呢這邊到時候會有一行指令 Pore80跟TargetPore8080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Google提供了這個範例的Container 他預設是Listum 8080 那我這個80的意思是呢 我連到那個公用的80IP之後 他幫我對應到裡面那個Web Container 是8080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那如果實務上你想要做443 當然你就還要處理憑證的事情 這一段要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 大概兩分多鐘 那這個是延續剛剛的 把那個GKE的Cluster建好 然後呢你要怎麼連到這個Cluster呢 就是點選那個Connet 然後接著呢我們打開所謂的這個 Google的Cloud Share 那有玩過朋友就知道 你要先做一個認證 你才可以去控制這個 這個K8S的Container 那連結上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簡單的這個 Google Card Get the Power 然後去看 你的這個系統部分的這個Container 其實是已經Ready了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呢 這個它會去Google的這個 那個Container Registry去抓一個 那個範例 就是叫做Holo App 1.0這樣子 那這就剛才提到的齁 你就可以設定它是Low Balance 然後從80打到那個Container的8080Port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可以來看到 目前是一個Container而已 這邊齁一個 那我去看一下Service 這邊呢會有一個這個Eternal的IP欄位 這邊是Pending狀態 原則上呢 你大概只要等待一分鐘左右 它就會Assign給它 因為我們這邊有打一個叫做 那個Low Balance的 這個IP會出現這樣子 那你看到Eternal IP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做測試 測試呢 從這個Eternal IP 或者是你有定DNS Name OK 你可以把它打進去 它就會對應到這個80 80再對到裡面去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到 現在是一個在回你 就是這一個 唯一的一個Container 那我們測試OK了之後呢 接著呢 我們可以定義Container的數量 這邊就是Repica 我把它定到3 所以它會再多 額外建立兩個Container 好 然後我們可以去Get看一下 一個已經建了 然後呢 一個是Pending的狀態 我測試結果 大概兩分鐘之內 會把另外第二個 第三個Container把它建起來 這邊有一個Container creating 那三個都在ROM的情況之下呢 這邊可以看到 三個都在ROM 你看這個維碼就好 Container這個維碼 那我用一個簡單的這個回圈 我要幹嘛呢 讓它去測試 然後呢 去看這個Public網頁的這個IP 然後呢 停一秒 然後呢 讓它繼續跑這樣的回圈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到 第一個回我的這個是 4N 4SP的Container 是這一個 然後呢 第二次也是 因為有時候呢 你的機器會有Cache效果 所以有時候會問到同一個 這是蠻正常的 那接著呢 它會去問不同的 這個BMV2J 就在這邊 然後T9 GM8 就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只是把它建起來之後呢 把我的Container數量增加 所以它的Low Balance 就自動已經在運作了 最基本的原聲 就這樣 它就已經做好你的WebLow Balance 我們從剛剛展示到現在 中間有剪掉一些啦 大概原則上 大概10分鐘以內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這樣子 好 那你看我按Ctrl C把它中止 不然它會一直下去 我這邊把它標出來 就是欸 它確實是有達到所謂的 Low Balance的效果 就是當你的Container增加 所以如果你把它增加到 變成10個Container 它就會不同的去問它 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 結束了 因為我們是1&1 所以就是跟大家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你用 Google Cloud 你要做出所謂的 GKE的Cluster 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建好Cluster 然後去部署你的Container 然後呢 它的Low Balance 原聲已經就有了 所以你要做測試也很簡單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呢 掏出你的信用卡 然後去測一下 反正測完了之後呢 記得 記得齁 時間到了時候 它通常會通知你 哪邊人會通知你 然後你再把帳號砍掉 然後再新申請另外一個帳號 你又可以繼續測試 那當然信用卡 我也是拿那個不常用的信用卡 而且額度要低一點 免得不小心被刷爆 也是有點麻煩 對齁 就像我前天那個 之前有一張信用卡不常用 突然被刷了大概24萬 然後趕快打去銀行指付這樣 他說欸 那個請問先生你有到刷日本的四季銀行 那個四季酒店的那個 那個卡費嗎 我說沒有 不是我這樣子 但為什麼會被倒刷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 他們已經接受了 這種封控組都會接受 所以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只要拿出你的信用卡 然後去申請一下一個Google的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做測試 測完之後怎麼辦 你還想再測 你就再申請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再用你同一張信用卡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去做測試 這個是我大概找了之後 最後的簡單的結果 你不要用你本來的Google帳號 因為像我剛才提到的 你唯有把那個帳號真的刪掉 你的卡號才不會留在裡面 你目前還找不到任何方法 你的卡號可以刪掉 而且那個帳號還在 所以你千萬不要用你本來習慣的Google帳號 建議就是新的一個帳號 然後加卡號 最後直接把帳號刪掉 這樣就好了 比較易勞勇勵一點 好所以我的 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 那大家有要討論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在這邊一下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 在台灣大家也可以用那個金融卡 像什麼郵局啊 某某一樣 像你的金融卡 現在都有那個credit的功能 所以你就在裡面只放三百塊 對不對 既然被刀刷超過三百塊 也不會超過你的credit 這樣子 好我們感謝委任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不好意思喔 我再額外廣告一下 那個等一下呢 我還有另外一個topic 是講個人的職雅的 那 我看 兩點二十到兩點五十 在 在哪裡啊 對不起 在六一六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來聽一下 就是我大概 呃 職雅到目前為止 大概二十年左右 做了哪一些選擇 跟哪一些抉擇的部分 可以讓大家判斷 當然也有失敗的 也有成功的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等一下可以來 樓上的六一六 我們可以聊聊這個議題 謝謝大家 謝謝